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这个蟹爪兰到了花期之后 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而且影响到蟹爪兰开花量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蟹爪兰一边长花芽 一边长新芽 大家看像我这颗蟹爪 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这边长了一些花芽出来 这里长了一些新芽出来 像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最好是把这些新芽直接给它掰掉 因为这个时候是蟹爪兰的花期 不掰掉的话 这个新芽长得也不会好 但是也不会开出好花来 所以我们给它掰掉 让它不浪费养分 那么过几天 它就会从底部这里长一些花苞出来 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说我们不处理掉这些新芽的话 那么它浪费的养分太多 反而影响到其他这些花芽的生长 那么我们处理掉这些新芽的同时 不要忘了给它补充 也说要清假 因为只有足够的零元素 才能让这个蟹爪兰花芽分花更加多 开出来的花品质更加的高 所以大家的蟹爪兰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适当的处理 不要给它影响到开花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